王一波年纪很轻 但王一波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在我的概念当中 当然你说他的正能还会有 就是说他的角色的理解 包括那个年代 还原回去之后 他应该用神态的方式讲话 包括神态 他确实需要导演告诉你 但是他会一丝不苟的 希望自己下一次 想挑战什么类型的电影 好吧 那么明确 然后各种颜色 然后每一个每一场戏 写了他自己的很多理解 当时其实我现在 当时别好意思说 现在都还挺小 看能不能将来 把那个剧本收藏 因为确实写了很多东西